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范围的使用 在Cotlin当中 有个特殊语法叫做范围 咱们今天就学学 它是怎么使用范围的 好 咱们看一下知识点 就一个范围 range range还加S了 这是用在哪 一般是用在负和义负的判断 怎么用 咱们看例子 今天例子都不难 咱们看 首先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负循环 怎么循环 先定义一个变量 一般咱们负循环都是i 然后是怎么i 怎么i 看 我印一个是谁 注意看 我印一个从1到5 这就是range的吗 什么意思 从1 然后加1 它是默认加1 就说12345 有这么一个范围 我从1到5 要进行循环 循环里面干什么 大家看我这个代码 就打出来i 这i它每循环一次 都会赠给它复值 对不对 那结果是什么 就是这个12345 输出了吧 没问题 为什么 这个i循环5次 这个i从1循环到5 每次都给i负一个值 当然输出叫12345 对不对 一会咱们看实际预行效果 那么接下来 变了 哪变了 我还是i 没问题 然后呢 印在哪 注意看 从1开始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不是这个点点了 是until until英文怎么翻译啊 直到 到哪 是吧 到哪为止 这个意思对吧 那么这个和上面有什么区别 注意看 我给您打出来 下面的结果 它是从1到4 也就是说 上面这个代码应该怎么写 是从1 然后呢 应该是这么写啊 稍等 我给您写一下 应该是i 初始值是1 没有问题吧 然后呢 当i小于等于5的时候 才结束 from这个 fromi等于1 toi小于等于5 上面的语法呢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这段逻辑 下面这个则不然 下面这是什么 下面这个可以把它理解为 稍等 我把它考过来吧 i从1开始循环 没有问题 但是 它有小于5 而不是上面这个小于等于5 所以用until 这是它唯一的区别 大家请注意啊 好 再往下啊 再往下就简单了 i 还印 印谁 印2到10 没有问题 刚才是1到5 现在2到10也没问题了吧 但是 加了一个不长step 上面我没加step不长的话 它是每次加1 对吧 我这一加不长坏了 每次加2了 你说我加3行不行 当然没问题 咱们就先加2啊 那么咱们怎么循环 初始值是2 没有问题 输出 然后呢 每次加2 一直加到10退出 换句话说 这个循环 咱们也是循环 5次 只不过呢 每次加2 输出呢 是24680 第一个是12345嘛 对吧 相当于每个都乘2啊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咱们刚才是从小加到大 现在呢 不了 从大减到小 看啊 还是一个i 这三 爱了好几次了 再来啊 i的初始值是10 没问题 然后呢 down2 down什么意思 往下走 下到哪 下到1 down2 一直降到1 然后呢 每次呢 输出这个i 输出结果呢 我这给你打出来啊 从10输出 没问题 一直输出到1 不是说大于等于1啊 不是说大于1啊 是大于等于1 所以说呢 咱们不是输出到2 是输出到1 一会咱们看一下效果啊 这个down2 和这个anti 有点区别啊 最后 呃 其实这个 为认识 还有很多 其他的使用方法 我先暂时给您介绍 这么四种啊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义复判断 range怎么用于义复判断 比如说 我这有个变量 数字等于5 那么我这判断了 如果这个数字 number 它印 它印在哪 它印在1到10之间 咱们这个1点点10 不代表1到10之间 对吧 像刚才咱们这地方 1到5之间 没问题吧 这是1到10之间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数字 num 它在1到10之间 咱们就输出啊 这个数字呢 在1到10之间 这没问题吧 以前咱们在其他的语言中 这代码怎么写 肯定这么写嘛 如果 那么 哎 我知道了 num对吧 大于 等于1 或者 且 不是或者是且 那么 小于 等于 10 实在不好意思 因为我键盘 英文 日文 有时切换 包括中文 切换总乱啊 好 按理说啊 咱们在其他语言中 是这么写吗 就这个数字 它既大于等于1 同时还小于等于10 用咱们Cotlin呢 就这么一句话 太棒了 呃 没有错误 应该是没有错误啊 因为我都是 在这个做课件的时候 调试过 好 马上运行啊 Go 看结果啊 哦 一个个看 第一 I循环 1.5 就是什么 I从1 循环到 I小于等于5 输出呢 12345 就这儿吗 大家请看 12345 没问题吧 第二个呢 是从1 循环到 antier5 换句话说 是小于5 所以说 第二个循环 输出是 1234 没有问题 第三个循环是 从2输出到10 但是呢 不偿是2 所以说呢 输出是2468 没问题吧 第四个 是初始值是10 然后呢 当兔往下降 降到1 每个不偿 就是减1 所以说 这输出是 大家请看 1987654321 没有问题吧 最后 判断这个 那么的数字 它是不是在 1到10之间 通常是这么写 Cotlin给人提问 一种非常好的 范围的写法 这么判断 就可以 因为5 它肯定在1到10之间 所以说 要输出 5在1到10之间 虽然是一个废话 但是 Cotlin给咱们判断的语法 却是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不错 推荐您以后 多用Cotlin 变成 其实它跟Java 可以互换 几乎就是一回事 包括现在 这个Spring Spring的framework 它也专门出了 对于Cotlin的支持 现在最新的Spring 我没记错 是Spring 2.1 Spring Boot 2.1 应该就是支持Cotlin 支持也是非常的不错 有兴趣朋友 推荐您去试一下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代码 应该不是很难 我估计您应该能够听明白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 看中国的服务器 这段视频 会传到YouTube YouKu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的高清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